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巴巴拉 5月16日報導 香港政府將計劃與中國大陸 設立包括器官共享在內的長期器官移植合作和互助機制 就以上問題 以色列前器官移植協會主席 以色列著名心臟移植外科醫生 雅各·布拉維博士向《大紀元》表示 這個舉動一定會引起國際社會的抵制 例如令國際心肺移植協會的學術抵制的擴大 據《新加坡聯合組報》5月16日報導 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幾天前出席公開活動時透露 醫院管理局最近率領移植專家去廣東省交流 協助擬定兩地器官互動機制安排 盧崇茂說中國器官捐贈的資料管理系統很先進 官方希望今次可加強香港器官移植界 對中國器官捐贈、分配、共享和移植方面發展的認識 就中國大陸想和香港展開器官移植方面合作的問題 以色列著名心臟移植外科醫生拉維博士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向《大紀元》表示 這可能將香港拖入使用通過活摘器官 而得到的器官的地方 中共活摘器官黑幕在2006年引爆以來 已被多國國際調查證實 由終止中國濫用器官移植 國際聯盟成立的獨立人民法庭 在2020年3月發表最後書面判決作出以下結論 活體強摘人體器官已在中國各地大規模發生多年 法輪功學員是其中一個 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體器官來月 集中針對維吾爾人口的迫害和醫學檢查 是比較近期的情況 該法庭由英國御用大律師尼斯著士主持 他曾主導國際刑事法庭對前藍斯拉夫總統 米諾社為奇的起訴 國際知名人權律師大衛密塔斯 就中共活摘器官的問題 向英文《大紀元》資深編輯楊潔凱說 問題不在於證據太少而是太多了 密塔斯是2006年和2016年發表的 《關於調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 和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的聯合調查員和聯合作者》 報告證實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指導原則的功法 包括五套功法 1999年中共官方統計數字顯示 法輪功學員超過共產黨黨員人數 1999年7月20日中共時任黨魁江澤民 下令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滅絕性的迫害 包括活摘器官 據公開的消息 香港首次使用來自中國的器官是在2022年 2022年12月17日 香港一家兒童醫院 為一名四個月大的女嬰子希進行心臟移植手術 中共新華社報導說 由在深圳宅心臟至混底香港進行手術 不用三小時時間 其中通關也是8分鐘完成 該器官的具體來源至今不明 根據美國政府 2018年的最新數據 病人通常需要等到6.9個月 才能得到匹配的心臟 而在中國大陸 幾乎人生全死亡的心臟器官 似乎隨手可得 2020年6月 中國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 在10天之內 先後為24歲孫玲玲 準備了4個匹配的心臟 器官來源同樣成迷 自香港女嬰子希的心臟移植手術後 中國與香港當局進一步推動兩地器官共享合作 據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羅崇茂透露 2023年3月訪問北京時 已就與中國就器官互助機制定立初步方案 4月亦曾到廣州參觀中國人體器官分配 與共享電腦系統 香港與中國大陸如何進行器官移植合作 會引起如何反應? 以色列心臟移植外科醫生拉維博士說 港陸如何進行器官移植合作 一定會使得包括來自國際心肺移植學會的學術抵制的擴大 目前這個抵制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醫生 但同樣也適用於他們來自香港的同事 拉維博士是國際心肺移植學會倫理委員會的成員 2022年國際心肺移植學會發表聲明 禁止發表任何來自中國的器官移植的研究論文 目前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多個國家正採取立法行動 打擊中共活摘器官的非人行為 2023年3月27日 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 這個法案目前有待聯邦參議院表決通過與總統簽字後生效 根據法案的相關細節 對參與活摘器官者的懲罰包括 最高25萬美元的民事處罰 以及最高100萬美元20年監禁的刑事處罰 就講六器官移植合作爭議問題拉維博士建議 西方國家應該聯合它外交和經濟努力 來打擊這些活摘器官的暴行 制止香港使用活摘的人體器官 中國人體器官移植來源 長期存在不透明爭議 讓國際社會繼續譴責和關注 中共前衛生部副部長王傑夫 2023年初提出要建設港澳台器官共享機制 還說想連結一帶一路國家 這個舉動引起台、日、寒衣界、政界和人權團體反對 呼籲各國一定要拒絕中共包藏和心的器官統戰 曾在2014年提出兩岸器官移植平台購賞 引起台灣政府、人權團體、衣界和潮野立委強烈反彈 質疑中國的器官來自侵犯人權 台灣政府也公開拒絕建立分享平台 2013年1月 被國際人權組織指控 涉嫌活摘器官的王傑夫 以中共人體器官捐贈和移植委員會主委身份 和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醫療應急司 共同召開人體器官分配和共用電腦系統科學委員會工作會議 王傑夫在會中提出所謂二一國兩制精神 推動和香港、澳門器官共享機制 還積極推動中國大陸和台灣器官共享機制建設 還說兩岸一家血濃於水 打擊及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宣熱 指導委員會主席朱遠祺律師表示 中共大面積活摘良心反器官的暴行 國際社會譴責已久 現在中共還想將來源不明的器官 甚至活摘盜取來的器官和國際分享 這不是人道合作 而是想藉由器官分享機制 洗白這些盜取、搶責、活摘來的器官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晨採訪 吳文州綜合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新視覺聽新聞》 規則是採取的 小背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